从这一节课开始,我将带大家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建造者模式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大致分钟如下三个课时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建造者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分为文字解读和拟物化方式进行建造者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再来看一下建造者模式的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最后呢,我们来用代码实战演示一下建造者模式如何进行编写 以及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怎样的应用 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以上我们学习这些知识点 这一节课,我将带大家学习一下建造者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先用文字的方式来解读一下建造者模式 然后呢,我们再用这种拟物化的方式来解读一下 建造者模式的相关概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文字方式的解读 这段文字呢,可能稍微长 我们简单先过一下 然后我们再用这种牛化的方式再回来理解 首先,建造者模式可以讲一个复杂的对象的构建 与其表示相分离 就是我们表示是表示,构建是构建 把它俩分开,使得同样的构建过程 以创建不同的表示 那我们这个构建过程不同 我们学展现出来的东西呢,也不一样 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用了这个建造者模式 那么用户就可以指定他需要这个类型 然后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不同的表示 而具体建造的过程和细节 那么用户是不需要知道的 建造者模式实际呢,我们上面解释了一小下 那么实际的是啥啊 就是个指挥者,一个建造者 这个指挥者调用具体的建造者 然后让他们去工作 然后得到这个客户想要的结果 那这个建造者模式,它主要是用于干什么呢 它用于分布构建一个复杂的对象 就是我们这一个对象可能会不会复杂 它可能让我们每一个阶段各词起则 然后来干的这个事 在这其中,分步走是一个稳定的算法 就是说你不管怎么变,我这一个分布走 我要有一个大的框架来局限你 而复杂对象的各个部分经常变化 不管你里边怎么变,我有个大框架框着你 然后你构建的过程是一定的 只是你里边内容发生变化 但是你这个产出呢,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拟物化方式 如何来解读它呢 现在是这样 一个白富美,那么想要一个别墅 那么这个时候啊 他不可能上那个工人聚集的地方 比如说劳务市场去找人 他要找一个谁呢 找一个这个包工头 那么这个包工头跟他谈好 说现在我需要个别墅 那我这个别墅里边呢 有客厅啊,有卧室啊,有厨房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 好,那这个工头 把这些客户的东西包装了好 然后再图纸这么一列 然后他要干嘛呢 他要去找工人具体实施 他找谁呢 找到了这些工人 然后工人最基础的 这个一层开始干起 那么这些工人干完了之后 我们这个别墅呢 就出来了 别墅出完了之后 再把这个别墅 交到我们这个白富美的手里 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一个 我们生活中需要建这样一个别墅的流程 那么好 下面我们把这样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流程 再返回去解读刚才我们的文字概念 建造者模式 可以讲一个复杂对象的构建 与其表示相分离 就是说现在啊 这个复杂对象的构建 就是我们盖房子 那么与其表示相分离 就是你盖是盖 长什么样是长什么样 我把它俩给你分离开 使得同样的构建过程 可以创建不同的表示 就是说我这个 盖房子这些工人 那么我所用的工具 跟构建过程都是一样的 我用砖 我用水泥 但是你要别墅 我就给你盖成别墅一样 你要平房 我就给你盖成平房的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了这套模式 怎么样呢 那么我们这个白富美 指定需要的别墅 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些工人 这些建造者 然后得到他们 而具体这个怎么构建的细节 那我这个白富美 是完全不需要care的 建造者模式 实际就是什么呢 只一个指挥者 谁是指挥者 就是我们那个包工头 一个建造者 就是我们这些工人 一个指挥者 都用具体的建造者的工作 得出这个别墅 给白富美 那么建造者模式 主要用于分步骤 构建一个复杂的对象 它是怎么样分步骤的呢 首先这个白富美 把这样一个要求 收给这个工头 然后这个工头呢 又给这些工人 然后这些工人 在各词其则 做自己相应的事情 有人这个工人建别墅 这个工人建这个厨房 这个工人建冥生间等等 在这其中分步骤 它是一个稳定的算法 就是说你不论怎么分 我需要有这样一套 大的流程来约束你 什么样的流程呢 就是我工头分布给你活 然后呢 你们这些人需要干 干完需要铲除 这样一个大的框架 我来约束你 你不能乱掉 而复杂对象的各个部分 都经常变化 就说我们这个复杂对象里边 这些 这些那个工人 在干活的时候 可能今天他去建这个卧室 明天这个人可能去建这个尾程间 等等 是要看他们当时这个协调 那么说了这么多 大家可能还是对这个建造者模式 不是非常清晰 那么其实用一句话 就能总结它 什么呢 指挥者分配任务 建造者进行开发 然后呢 各词其则 稳定在一个大的流程里边去 不去乱掉 那么分步骤构建 那么这个就是说 大家可以把这个建造者模式 理解成我们生活中这种平常的例子 这个建造者模式的概念 虽然说看上去有点晦涩难弄 但是大家其实只要稍微一想 就能把它给拆开 所谓建造者 建造者就是一个大的框架下 里边有人干活 有人建造东西 那么就是建造者 那我们在平时生活中都有哪些应用 和我们在具体的开发里边 有哪些应用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就说现在生活中哪些应用啊 就是我要盖房子 我要找人 然后这些工人呢 各自其责 那我代码里边呢 也是这样 我要开发项目 那么首先呢 我要有一个指挥者 我要不去关心具体建造的过程 那我这个指挥者来去负责你每一个建造者具体的小细节 然后最后呢 来实现我想要的东西 那如果大家实在是没有理解 没有关系 等大家用代码实战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一下子就把很多东西就理解了 但是大家尽量的要把这样的一个流程 要把这样一个白富美找工头 然后工头呢 找工人 然后工人各自其则建造 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那我都要产出来这样一个房子 然后最终再交到客户手里 那么这个里边最关键的是谁呢 是我们这些工人 因为工人要建造 所谓的建造者模式核心 也就在这些工人身上 他把整个一个盖楼的这些对象 分得特别细 这样一个复杂的对象给拆开 那么拆开的时候 就可以完成了整个一个建造者模式所描述的概念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建造者模式这个概念 给大家这样理了一把 我们下面还有这个总结和代码实战 这节课 我将大家学习一下建造者模式的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所看的这张图 首先白富美需要盖房子 那么他找到我们的包工头 然后包工头呢 找到具体的工人 然后我们的具体工人呢 开始盖房 那么这些工人在内部进行分工 那但是这些分工对于我们的白富美 根本是不用太care的 甚至我们的包工头都不用太管 我只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我需要盖一个别墅 那么这些工人盖好了之后呢 把这个别墅交出来 然后再送回到我们白富美的手里 那这节课我们就主要看一下它的相关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可以分布创建一个复杂的对象 什么意思啊 我们把所有焦点现在全部聚焦到这些工人身上 这些工人要盖房子 它可以怎么样呢 它可以把里边这一个个具体的小事项拆开 比如说先盖卫生间再盖厨房 然后卫生间里又可以怎样怎样 那么这个是从我们工人身上去体现了这样 分布创建一个复杂对象这个特性 那么我们这个工人跟我们这个包工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包工头首先把这些东西创建给了谁啊 创建给我们这些工人 甚至说把这些任务交给我们这些所有的工人 他们这些工人打成了一个包 我们这包工头又是一个包 那么包工头跟工人之间 它又是一个这种分布创建的关系 那么包工头对工人 工人对房子 整个过程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那不可能说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房子 白富美自己一下子就盖好了 它肯定需要这样一个创建的过程 捷偶封装过程和具体创建的组件 什么意思啊 就是它可以把我们整个一个封装的一个过程 给捷偶掉 什么叫这个封装过程给捷偶掉呢 可能原来啊 我们这些人都这个蹂躏在一起 那么每天啊 我们这个需要盖房子 这个白富美 要始终叮嘱这个谁呢 叮嘱我们这个包工头 说你要怎样怎样 然后这个包工头呢 又去找工人 说加班加点干 然后这工人啊又怎样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一旦这个按这种建造者模式来说 我们就把这几个人分的特别轻 只要说相互约定好了各自的规定 那么我就不需要再去care这个过程了 因为我整个一个过程这个算法是固定的 我就需要有这样的流程 那么和具体创建的组件 我这些工人需要盖的这些东西 这些小组件如何组装啊 如何拼到一起 那么我白富美是不需要关心的 我包工头也不需要关心 你们自己去想这些组件就好了 跟我现在关系不是很大 我只要你这个成品 所以说他把这个过程 很多中间的过程都给进行了一个捷偶 那么再来看 无需关心组件如何组装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他把这些具体创建的组件啊 都已经给交给了这些工人 那么这些工人呢 来负责对这些组件进行组装 那么我白富美根本不用管这些事情 但是他有一个关键的点 就是捷偶 把我们本该蹂躏的 大家一起干活的事情 按照这样一个流程给捷偶掉 但是这个时候有个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算法进行支撑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们之间啊 一定要把这个合同给签好 别我这边刚开工 然后你就打电话过来 说明天能建好吗 这一定要有个这样外层稳定的算法 进行你这个建造者模式的整个支撑 这个算法就像合同一样 第二个 加工工艺是暴露的 什么意思啊 就说我们这些工人啊 他在干活 白富美他是可以看的 甚至我们白富美 可以把中间这个人给漏掉 我去找这些工人 说我找你们干 然后你们给我怎样怎样 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中间这个人 他呢 把原来他的责任给丢掉了 你大家想我们这个白富美跑到工地上去找我们这些人的时候 他是不是很烦啊 因为他要知道你这个东西盖到什么时候啊 然后这个里边啊 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我又需要去买什么呢 那这个时候如果交给了包工头 那么包工头呢 他可能对这个东西非常熟悉 他去长期的跟这些工人有合作 那么他就可以对这个加工工艺非常了解 他可以在这个中间替你来捧的这个问题 但是他不干活 但是他能给你捧的问题 这个也就是我们中间这个监督者 他所有的作用 但是这个加工工艺确实是暴露的 因为当我们去拗这样一个faction的时候 那么所有这个建造者里边这个this都会被暴露出来 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原始的人 跟我们最终的这个建造者相互中间有这个直接的关系 我们一定要插入这个包工头这样一个概念 好 那这节课呢 我就把这个作用跟注意事项给大家又讲了一遍 可能对大家对这个建造者模式 确实有一点点的还是不是很理解 我们依旧重复上节课的一句话 就是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这几个字 各词其值拆解流程 其实这八个字如果大家很好的理解呢 那么这个作用也就知道了 就是当我们一个函数特别复杂 需要处理一个特别复杂的逻辑的时候 那我们只要各词其值就好了 那么中间一定要有个生产过程的人 他能根据我们外边这个人需要的东西 那么这个建造者去产生他需要产出的东西 但是整个过程是一定的 然后我们中间这个人呢 我们中间负责通信这个人 然后他呢 要对这个整个一个建造者里边 这个业务逻辑特别了解 他能帮助我们去驱动建造者进行工作 这节课 我将给大家学习一下建造者模式代码实战和总结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也是这样两个 一个呢 是建造者模式代码实战 一个是建造者模式的总结 那么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下建造者模式的代码实战 首先打开我们最常用的编辑器SubLam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ATML页面 我们放到桌面去 在开始之前 我想先用这个我们最常用的一个代码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建造者 我们每个人对这个方法已经毫不陌生 那么这个是嘴科尔的阿扎克斯方法 比如说现在我让你做一件事情 看什么 发送一个请求 那么这个时候 我让你做事这个人是谁呢 是不是我们的白富美啊 然后呢 发送啊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指定URL 开始干活 这个URL是谁呢 同学们 这个URL我们可以是白富美指定的类型 对不对 比如说A.PHP 然后我们这个 Dollf.2的克斯 那么其实它就是一个建造者模式 那么这个建造者模式 Dollf.2的克斯 它充当了什么角色呢 是不是充当了包工头啊 包工头跟白富美说 好嘞 你别管了 我把这个事给你办了 然后呢 这个白富美告诉他 要给A.PHP发送请求 阿扎克斯发送请求 阿扎克斯就是我们的包工头 包工头要发送请求的话 可能要找里边的工人进行干活 那么这个工人是谁呢 工人是不是就是我们这里边 一个一个的小回调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有Success Faction 然后还有一些失败等等 那么是这些是这些小回调 组成了我们整个一个完成的 这样一个工程 完整的工程 那这个我们这个建造者模式 可以让这些工人来里边 有的人干什么 有的人成功 有的人失败 那么就是有的人是这个马桶 有的人是卧室 所以说呀 这个模式它可能应用的会更广泛一点 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用了 但是并不知道我们用了这样一个建造者的模式 那么甚至JQuery 最简单的这样一个ATML获取器 那么都会是一个建造者 我们给它改成一个ATML标签吧 让它去给我们构造这样一天秒标签 那这个时候 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JQuery的标签 它有很多方法跟属性 但是呢 它可以接收什么样 不只是这样 只写了一个简单单单的P 我们甚至里边可以写A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它也是一个建造者模式 它可以接受不停的命令 然后里边JQuery内部 JQuery内部 去找工人 给我们实现 把它变成一个元素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 我们到底如何用GS代码来实战这样一个我们所谓的建造者模式呢 好 我们用图的方式来进行开发 首先要进行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产出的东西是什么 房子 对不对 是房子 那我们Faction 房子 我们这个房子里边呢 白富美的要求是有卧室 那么刚开始啊 肯定是空的 因为这是白富美的要求 然后呢 有客厅 它也是空的 还要有什么呢 还要有一个卧室客厅厨房 我们简单的要这些东西 我们说了 产生这样的一个建造者模式 需要有三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白富美要求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包工头 我们这个包工头 非常的有用 因为它去负责 跟我们这些工人进行协调 所以说我们要声明这样一个包工头 但是包工头有一个关键的时候 它比我们的白富美更加熟悉这些工人 所以说包工头要调用谁啊 调用工人 进行开工 而且它要很清楚 工人们具体的某一大象 什么叫大象啊 就说啊 它怎么来建这个卧室 它不管 但是我要知道你能建我 所以说我们来声明一个包工头 我们声明这个包工头呢 我们要给这个包工头啊 注册一个什么事件呢 注册一个盖房子的事件 它可以帮我们盖房子 因为我们找的是谁啊 它我们是找的这个包工头 我们没有去找这个对应的工人 那么他可以盖房子 他调谁盖房子啊 调工人盖房子 对不对 我们工人才是最终去盖房子的人 我们再来注册 工人是 盖房子的 那么工人可以干嘛呢 可以建 卧室 建客厅 建 厨房 等等 它什么都可以建 但是人家白富美就要求什么 卧室 客厅 厨房 好 那现在我们工人 开始干活 建谁啊 我用这种最常用的这种拼音的方式 给大家表示 是不是让大家能尽快的能读懂这个代码 那么他console log一个 他盖完了之后 有个回调 什么 卧室 我盖好了 那么还能干嘛呢 这些工人 建谁啊 建客厅 你这个里边 我们之前说了 建造者模式 他要根据人家这个客户的需求 然后来进行产出 所以说我们要听人家的 这个什么 客厅 建好了 每个人都发出这样一个消息 然后再来一个 你要把人家所有需求给人实现完 建我们的厨房 谁建好了 厨房 建好了 那么把这些东西建好了之后呢 他要干嘛呢 他有一个交工 对不对 那交工他干嘛呢 他要挖一个这个 我们这个房子 这个时候 同学们 我们学到了什么 我们是不是已经之前学过了 构造函数模式 那我们构造函数模式 那么这个呢 第一个字母 我们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类 我们一定要把第一个字母进行大写 这个也是我们编码规范里的一部分 在GS里边没有了这种概念 我们只能用faction去模拟 那我们来一个房子 来个小写的 私有变量 等于new new谁啊 大我们大房子 他不需要有什么构造函数 然后我们把这个房子 交工 好 那这个时候 他这个就已经建好了 那我们说了 白富美现在需要 开始联系我们的包工头 开始盖房子 那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 先声明一个谁呢 工人 我们得有这些工人 能干活 我们就有工人 然后我们再new谁啊 挖一个包工头 等于我们这个包工头 但是包工头你要把谁给人传进去啊 是否把你找的这些工人给人送进去啊 那么这些工人 好 现在已经被送进来了 那你知道这些工人干什么 那你开始让工人干活 工人 点 建什么 卧室 工人 点 建什么 客厅 然后再来 工人 点 建什么 厨房 我们这个时候就把白富美所有要求都已经达成了 那我同学说 老师 那你达成了之后 那现在是不是该交房子了 好 我们开始拿到房子 卖房子 等于谁啊 等于工人 点 我们工人怎么样 交房子 这里边有个交房子的办法 交房子 交工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房子 首先 第一步 我们要看 是否真正驱动了这些工人干活 我们看一下 这些值 有没有打出来 我们在我们的summer里边打开 审查元素 看一下我们的控制台 首先 他把我们这个房子 已经给打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子 那这里边 厨房啊 什么呢 客厅 现在都是空的 那我说老师 我们那个 没看见工人干活啊 我们来个直白的方式 我们让他 alert出来 那alert中文 我们要加一个这种 utf-8 charset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工人 有没有按照我们这个 约定 干活 有同学说 哎老师 为什么没有看见他 干活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他没有干活 这个时候啊 我们其实把这个工人 已经给传进来了 但是呢 这个工人 却没有按照我们这个 预期的 所干活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整个一个 建造的模式这个流程 发生了问题呢 我们首先 找到了我们这些工人 那么这些工人 找到了之后 也把这些东西 安顿好了之后 那么他身上 就应该有这个 什么方法呀 有这个 当前 建卧室 建客厅 建厨房的办法 以及有交工 这种办法 那么我们这个包工头 我们去拥了个包工头 然后把这些工人呢 给送到了谁里去啊 送到了这个里边 朋友们 我们是不是传错了东西啊 我们应该 找到了这个包工头 这个包工头 还没有盖房子 我们让他去构造 朋友们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流程中发生了错误 我们再把他拿回来 哪里出错了呢 包工头 它只是一个接口而已 包工头 只是一个接口而已 他不干活 他只对外说 我能盖房子 他有这样的能力 那么我们 把这个包工头 找到了之后 然后应该怎样啊 朋友们 是不是应该让包工头 开始盖房子啊 因为他对外称 他能盖房子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他找到这工人 给他送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工人是否能干活呢 首先 卧室盖好了 然后呢 客厅建好了 然后厨房建好了 那这个时候 按道理说 我们当前这个对象 是不是已经OK了呢 这个房子 就已经OK了 那有同学说 老师当前看这个房子 这些东西 为什么都是空的呢 就是有一个状态 我们还没有给置 他盖好了的时候 并没有给我们 当前这一个 怎么样 房子 有置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啊 给他去置这个状态 怎么置呢 就是说 当你声明好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你这个房子 怎么样 去置一个状态 这个里边有什么 有这个 卧室 我们就给你来一个 OK 房子 点客厅 等于OK 然后呢 房子点什么 厨房 等于OK 这个时候我们用到了什么模式 同学们 是不是用到了单立模式 我们这个房子 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单立 其实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房子 现在我们要求这个工人 交工的时候 首先他说 卧室我盖好了 客厅我建好了 厨房建好了 那么 我们这个呢 我们这个房子呢 好 所有状态 全部OK了 但是同学们 在我们整个流程里边 我们有让主人 跟这个工人 接触过吗 我们最终只要房子 这里是主人要房子 主人有跟这个 相关的工人 有过沟通吗 没有 我们是通过谁呀 我们是一直通过这个 包工头来进行 相关的整个流程的沟通 好 那这样呢 就把整个一个代码 给大家实现完了 那么其实啊 设计模式这种东西 很多时候已经被用到 我们整个一个项目 开发里边了 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 但是呢 你要很清楚 这种设计模式 它为什么要有 尤其这种建造者模式 它本身就比较晦涩 那像我们这种 JQuery 刚才说的 .arx 已经有这种建造者模式了 那我们要利用好这种模式 才能让我们这个代码啊 更健壮 而且更有这种生命力 那我们最后 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总结 我们刚才这个代码 讲了.arx 讲了选元素 然后也用这js原生的来实现了 这本套课程中 我们学习了 建造者模式的很多概念 你应当掌握一下知识 知道什么是建造者模式 掌握建造者模式的作用 和使用事项 掌握建造者设计模式的代码编写 你可以用这些技巧 来改善一下你曾经的代码 你可以发现 是否你应用过它 以及 让你的代码更加有意思 如果大家想继续提高呢 可以继续在极客学院学习 JavaScript设计模式的系列课程 好 那这几课我们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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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